好,我們繩子,木同學主要問題是從第一樓要收四樓的繩子 所以我們這樣過來,拉其中一條,拉緊一點 然後再來,拉緊的小耳朵,去拉這一條拉緊 這一條可以下山,下山,到山下的時候拉這一條收繩 那為了保險起見,我們動馬運用保險 所謂保險是因為怕說萬一拉錯條了,會造成疑汗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再多拉一個 那萬一拉錯的時候還有一次機會,再拉錯就沒機會了 可以的